今天第三天 北京自由席 早上吃點飯 搭湖北水 整門票原價 禮拜二十塊 住在園區裡面的話 就是八十塊 在水正的售票八天 一半十年 燒餅給一個五元 四馬小刀 就是以前釀酒的地方 釀酒的地方 在地下室 從別人來就是它的酒味 釀酒的器具啊 放在這上面 以前會這樣吃飯 看的那種台子 然後這邊就是弄好的酒 然後把眼色釘到布裡面去 用高溫 然後把眼色釘到布裡面去 現在是下午的四點四十分 然後我們現在要走去 芝馬台長城 因為我們想要去那邊 買夜遊票 然後上去看上面的夜景 然後趁現在看也還沒有 掉下去的時候 也可以看一下 湖北水鎮整個全貌 然後因為如果你去住在景區內的話 你的夜遊門票就很有優惠 就一個人一百二十塊 然後叫他來回鎖島 只有夜間採喔 如果你是一般的那種日間的話 就一樣要是一百六 一百八的人民幣 現在位置在正園標局 是送貨的地方 現在就是芝馬台長城亮燈了 我們現在要排隊 然後要等著上去芝馬台長城的夜遊 然後大家那個來回的鎖島 我們現在已經過了第一個檢票口 然後它是要檢四次票的 才可以登上去長城 真是不知道什麼要那麼搞搞 然後現在再走去第二個檢票處吧 然後再來就準備要去大家鎖島了 然後後面這裡就是古北水鎮 這個就是長城 超漂亮的 超漂亮的 我會直接要去五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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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試試看 纜車超快 長城的走道 這裡還有一些大家騎乎的牌子 牌子登 長城 這就是兜兜的台階 它現在是古北水鎮 造造的難度就是通台 一點一點的就是染車 然後就是帶那個鎖島上來的 長城是明代石修組的 現在走在長城的階梯上 超固的 然後它現在也有只開放一層而已 就這一層跟這邊的距離而已 其他它都封住了 應該是因為基於安全問題 所以就封住了 但是我覺得還是蠻值得可以上來 可是人蠻多的 所以就有點擠 古北水鎮 現在好像在表演 可以啊這個 就無人機表演 哇 真的太恐了 晚上的表演 它也有無人機表演 超狂的 超狂的 好 超狂的 超狂的 咱們把 br污子 超狂的 我來不及 past 頭 對 不要 湊 超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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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蜜魚燒肉 肥肉超好吃 有跟綿密 入口即化 只是很貴 小販都128元 然後5個 這裡也有我們的山頂教堂 它要走上一個山區的 所以在這裡就可以看到 整個司馬台長山 還有古北水鎮的風景 所以也是一個必來的景點之一 但是如果要上來的話 接下來還要再爬一些階梯 也需要一點體力 好可愛 八旗會館 這裡有八旗會館 只要是在之前 古北口這個地方 是滿足八旗的住營地 天樂會客廳 溫泉廳 蔥檯 到腳的溫泉池 今晚玩古北水鎮 那我們現在就要前往下一個地方 就是金山嶺長城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先去 岳岳酒店check in 那就到時候 酒店那邊再見囉 今天住的清夜客廳 挺不錯的 好嗎